太子殿下 你在宇君山所见的银蝶 又叫死灵蝶 他的主人 就是这四位里的最后一位 也是当今天界最不想招惹的一位 血雨叹花 花成 我姓谢 单名一个帘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家中排行第三 大家都叫我 三郎 你算过命吗 没算过 那我帮你看手下 如何 好啊 你的命格 很好 好啊 怎么个好法 你性情坚韧极为执着 虽遭遇坎坷 但贵在永远坚守本心 往往逢凶化疾 遇难成祥 此数福则绵长 朋友 你的未来必然繁花似锦 圆满光明 太子殿下 你为何要带着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上 新乐 你交什么朋友 自不必我说 但我也知道 你太容易上当 你身边站的是个什么鬼东西 我不信你到现在都没觉察 你怎么还敢站在他身边 请问太子殿下 这名红衣少年究竟是何方神圣 哥哥 你手肘压到自己头发了 好好睡觉 不要说话 可是高高 那现在是谁在和我说话呢 下次吧 下次吧 我会用我原本的模样来见 不要害怕 我很快就回来了 你不要 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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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到了 哥哥为何一直不上前来 莫不适合三郎生分 所以 之前你不肯给我看的真容 就是这个 好极了 哪里好 从来没有人见过血雨碳花的真容 而我们初见 便是坦诚相待 不好吗 哈哈 三郎 三郎 真是对不住了 我不是故意要脱你衣服的 哥哥 三郎 你 什么 哥哥 哥哥要是想和我一见五字 何不早说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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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